现在6月是毕业季 那很多的毕业学生 他们现在在对于 要从事什么行业 很多人都很迷茫 那如果你的选职业的标准 是要看钱的话 在劳动部昨天5月31号 发布了一项最新的调查 可以提供给你参考 来看到这个薪资 排行前三名的职业 第一名是航空的驾驶员 他的经常性薪资是 27万8千多块钱 过去一年的年薪 平均是401万 那第二名是精算师 他的经常性薪资 也达到18万多元 排名第三的是医生 经常性薪资也在 15万6千多元 那排在后面的 有船舶监管人员 职业的运动员 他们的薪水都超过了 10万块钱 那另外非常受到 大家喜欢的 像是工程师的职位 或是律师的年薪 则是超过了 150万 必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 新闻时事 敬盛敬美 静好新闻